一個很精美的歐花 這個是一個薄的冷料來的 它那個設計是用了上下 對不起 兩層不同的針織方法 它有一些圖案在上面的 又不是說麻花的 不過它那個 有一點點像花型 不知道 可能我看到是花型 或者有一點點像圓形 圓形圓形的設計 它整個款式最漂亮的是手袖 它是配襯了花的Lace 而且是有一些立體的狀態 這個是C-Full 需要打底的 因為這個薄欄也是通花的 所以 無論如何都要打底 這個是非常寬鬆的Cutting 這個是米黃色 米黃色 黃黃的 底的 手袖是白的 這個是粉粉橙橙的 我是非常推介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秋冬 一定要這些顏色才有味道 手袖也是偏誇張的 就是一個拋拋袖的設計 它的手袖口 帶回一些 螺蜜 螺蜜 螺蜜的 螺蜜的效果 做回一個比較拋身 或者去回一個收尾的 不會令到這個位置太遮蓋了手 對 那我就覺得 這一款下身 襯簡單一點的 一些喇叭褲 已經是很有風格 那這個 襯一些小的袋 Lady的袋款 都是很適合的 因為這個款 我覺得 它想展示出來的風格 也是很廣泛 因為它本身的款式 都是挺豐富的 因為你由Lace的配搭 去到顏色的對比 那當然這個顏色的對比 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同一個色調 白色雖然是近似 但是它的布質 Pattern 都給你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個是比較有Style的造型 但是也不難消化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